深爱人 千寡人 一方面是因为神本身 就有爱的实质 这个爱里有怜悯 有慈爱有宽容还有忍耐 还有牵挂有胆有伤心 这是神的实质决定的 人类毕竟是神造的 神牵挂流连人类 神希望人类好走正路 看到人类被撒旦徘徊 走邪道受苦 神伤心痛苦 神伤心痛苦 神有这些反应 有这些感觉表现 这都是隐身的实质 而产生的 隐身造人的这层关系 是分不开的 这都是苦惯事实 有些人说 既然神的实质有爱 那神怎么还恨人呢 神不是牵挂人吗 就是人的心情实质 但方面与神与真理不相合 这样愿者 这样愿在爱神面前 所表现所流露的 就让神反感 让神烟增了 让神反感 让神烟增了 世间长了 人的败坏心情 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犯罪也越来越严重 犯罪也越来越严重 还特别刚硬 死不会改死后 不接受着你 与神背道而驰 与神背道而驰 神的恨不就产生了 神的恨不是因为神的心情 是公益 是公益 神结而产生的 是有神的食指 而产生的 有神的食指 而产生的 神的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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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无邪恶事与无 因此深恨无 这个败坏人类 在深耳所流露的 对手早知无等 爱与恨都是很正常的 都是忧生的 实质而决定的 一点也不矛盾 不矛盾 都是忧生的实质而决定的 一点也不矛盾 不矛盾 尤其和决定的 能够 尽体 你如今 继续